同学们好,韩国自由行入门口语第八节课现在开始 首先这节课我们主要学的避讳单词 首先是生活上的用语 看第一个,毛巾 用韩语怎么说呢? 是苏梗,苏梗,枕头 用韩语怎么说呢? 再然后是浴袍 镜子 用韩语怎么说呢? 那这四个单词咱们重新再读一遍 第一个,毛巾 第二个,枕头 第三个单词,浴袍 第四个,镜子 gold 好,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这四个生活常用单词 那香皂 用韩语怎么说呢? 臂努 臂努 好,洗发水 香浦 牙刷 臂努 对的 这个发几音 丝的代表音,韵语丝的代表音是 所以发音的时候是 对,牙刷 梳子呢 丝的代表刚才说了是 是吧 臂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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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梳子的意思 好,四个单词重新再来读一遍 外来词 好,下一个开关 看汉字协议的话是switch 对的 这个开关的用韩语呢 叫switch 下一个拖鞋 slipper 对的 第一个有韵语啊 r这个音 所以呢 上面是s 然后带上r 就是slipper 就是拖鞋的意思 下一个呢 是卫生纸 sh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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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般在餐厅里边呢 假如说啊 假如掉了东西 就是说 掉了食物 那可以用shuji 来擦 这里面的这个shuji呢 相当于是餐厅用的 这个酒店类的这个shuji呢 是卫生纸 shuji 下一个床单 sheet 也是外来词 sheet 下一个按摩 这个韩语呢 叫做massage massage 也是外来词 我们来学韩语的时候 假如说 有会英语的同学的话 相对这些外来词啊 比较好记一些啊 massage 下一个呢 是吹风机 这个heal 然后是dryer heal dryer 吹风机 嗯 比较好记是吧 heal 后面是dryer 下一个是充电器 chung zheng gi 好 再来读一遍 chung zheng gi chung zheng gi 充电器 下一个是叫醒服务 啊 mo ning call 啊 对的 也是从英语过来的啊 mo ning go morning mo ning call call mo ning call 对 好 看一下这两个单词 一个呢 是请现在打扫一下吧 再然后呢 是马桶好像读了 嗯 这是酒店服务类 呃 假如说 入住酒店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样的呃 常用语 那首先看一下出现的声词 第一个清扫用韩语怎么说呢 是chung zheng gi hata 有没有发现这个动词后面啊 基本上都加上这个hata 这个词啊 chung zhohata 马桶啊 这个是一个名词 bien gi bien gi 好 下一个呢 是堵 堵色这样的意思啊 在发音的时候要注意啊 ma 这个g呢 带到h的位置变k 变成颂七音 k 读音呢 是makida makida 这个是makida 这个被动形 被读啊 这样的意思啊 makida 再有呢 是出现了一个句型 呃 是好像 大概这样的意思啊 这个是ni 这个是n 然后是gat gata 好像怎么怎么样 出现这样的一个句型的时候啊 假如说加在动词后面 odha 是来的意思啊 加上这个 好像这个句型的话呢 就变成了 好像来了 还有这个data 是听的意思 那意思啊 所以好像听过 好像大概这样的意思 表示推测 那 这个data 前面你看没有韵尾 所以呢 是加的前面这个niangat 假如说有韵尾的话呢 是加n 嗯 老师为什么 没有韵尾的时候 要加这个 有韵尾的时候 要加这个呢 这个是韩国的一个语法啊 所以这个只能是 嗯 这样记住 就是说这通用 这样的一个语法规律 啊 那没有韵尾呢 这个韵尾呢 加到这个odho下面 就变成了 on gott gata 好像来了 on gottgata 听到外边呢 有声音 还有这个data 这要注意啊 后面有韵尾 但是呢 你看 这个下面的韵尾 这个data 变成了lir 变成了data 是吧 这个呢 有一个音变规则 就是说data 不规则音变 这个韵尾data 见到后面有原因的时候 会变成data 老师 这又是什么规律啊 嗯 就韩国的这个语法规律啊 也就是说 你要是这个这样加的话呢 不好念啊 然后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韩语法 加进去了 然后这个呢 又要联音 然后读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dorin gottgata 好像听过 dorin gottgata 那意思 嗯 这里边 这个语法 要是相对来说 难的话呢 你就记住 有这个句型的时候 是啊 好像是表示推测的意思 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刚才的那两个句子啊 就是 请先 请现在打扫一下吧 지금 청소해 주세요 지금 就是现在的意思 那个 주세요 这个呢 请怎么怎么样 是吧 请打扫 这样的意思 现在 请帮 这打扫一下吧 请现在 打扫一下吧 这样的意思啊 지금 청소해 주세요 对的 下一个呢 是马桶 好像堵了 那 bengi 刚才说了 是马桶的意思啊 bengi ga makin gottgatsmita makida 刚才说了 基本单词 堵塞的意思 好像 是吧 大概 好像 马桶 被堵了 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后面的发音 再来读一遍 bengi ga makin gottgatsmita 对的 括号里边是读音 下面写的时候呢 要这么写 再来读一遍 bengi ga makin gottgatsumita 再来读一遍 지금 청소해 주세요 bengi ga makin gottgatsumita 这就是这节课呢 我们学的内容 好的 同学们 辛苦了 我们下节课 再见